第511章 屁股论 排云宫中花红一五指如符过琵琶 空中音律大作 那音律每震动一次 空中便出现一尊神魔异象 随即隐去 带到音律再度响起 便见神魔再现 栖身近前 神魔代表的是仙道符文极致的力量 每一种神魔是一种仙道符文 花红一的功法与众不同 是以音律来调动大道 它的每一种神通都像是符过琵琶或者琴弦 工商脚趾与五音 黄中大吕 太促 家中男吕等十二吕 一种音律都是一种符文 不同音律组合 变化作不同的仙道神通 这正是花红一的强大之处 它的双手食指翻飞 长袖善舞 神通藏于指尖倾斧之间 掌力暗藏 在你躲避它的攻击之时 音律过后 它的神通已成 突然爆发 令人无从抵挡 而它的对手是宋命 天府的三大神军 狼玉蓝玉蓝神军 一手仙剑术独步天府 花红一鹰绿震动天下 两人都各有非凡之处 唯独宋命宋神军 有些名不复实 天府动天的各大师家都知道 宋命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军 宋家之所以能够占据天府第一福地 靠的不是宋家的能量 也不是宋命的本事 而是先庭的宋先军 至于宋命 在所有人心中 他都配不上神军的名号 在天府几乎所有人的眼中 宋命和宋家 都只是反复横跳的墙头草 没有半点原则 三大神军遇到大势相伤时 花红一鹰和狼玉兰 也很少询问他的意见 再加上宋云刚刚来到天府时 便将他暴打一顿 宋命反击 却没能奈何宋云分毫 更让人看不起他 之后宋命反而宋云的关系 越来越好 大有不打不相识的感觉 但给其他人的感觉 却是宋命被宋云打服了 然而此刻宋命脑后的道场之中 一口神刀跃出 持刀在手的宋命 刀法展开 刀光肆虐之处 虚空裂开 锋芒如同两面镜子 光芒中竟然浮现 两个浮光中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一会儿过 转瞬即逝 让人看不分明 但是伴随着宋命刀法展开 刀光中的世界 便越来越清晰 其刀法的威力 也越来越强 花红一与他交战 几招之间 神通便被破去 不得不后退 心中惊骇万分 这绝非是他印象中的 那个没有原则的宋命 他印象中的宋命 只是个没有原则的人 一个死皮赖脸的人 宋命甚至还追求过他 但却只令他感到恶心 感到鄙夷 然而他一向看不起的宋命 真正的实力 竟是如此强大 突然 宋命施展推刀势 推刀横斩 锋芒毕露 花红一躲避不及 险些被他斩断脖梗 然而这必杀一刀 却在紧要关头 鬼使神差地错开了 避开花红一的脖子 直斩在他的肩头上 这时狼玉兰杀来 剑光闪动 荡开宋命的刀光 花红一暗自松了口气 行道 这烂人竟然还念及旧情 他振奋精神 与狼玉兰联手 围攻宋命 此时其他事罚之家的强者 也涌了上来 直接催动了先兵 杀向台上的两人 对于他 宋命收下容情 但是对于其他人 宋命便没有任何顾忌了 排云宫的台上 他指尽不退 寸步不让 刀光纵横间 有人先兵被磕飞 有人手臂被斩断 这个宋命 真的下杀手啊 有人惊声道 他不是宋家的窝囊废吗 咻 一道刀光展来 说话那人避开刀光 然而却中了宋命一掌 跌入刀光劈开的世界之中 那人却也是了不起的强者 虽然又惊又害 却丝毫不乱 立刻尝试着 跃出那个刀光世界 他的头刚刚 从那刀光世界中探出 突然一道刀光痞链般落下 那原道极尽强者 瞥见这道刀光 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狮声道 这窝囊废的刀法 好奇怪 他的头颅从刀光中滚落出来 鲜血染红了刀光中的世界 然而 即便是宋命如此强横 但也很快负伤 只是以往从来不敢与人拼命的宋命 此时竟然汉勇无匹 勇于拼命 让人不敢与他一拼到底 而台上的另一人 圣皇于所展现的力量 则是滔滔大气 浩瀚无边 九鼎记起 顶振九州 有一种镇压一切神魔的气魄 他催动龙门羽王池 羽王池浩汉如汪洋大海 鱼龙舞于海面 脚腾于天 龙门立在天上 越过龙门 则化作真龙 积风浪 破长空 排云宫的小小空间 竟然被他的神通 化作一片汪洋大海 浩瀚无垠 这片空间 被他放大了无数倍 圣皇于是元朔的一代传奇 与应龙禁风天下神魔 尽管没有了肉身 但借助熙壤和仙光仙气 却也走出了另一条路 这两千多年来 他汲取天府动天的众生祭祀 时至今日 天府动天的强者们 才知道他的法力 到底有多强 诸多伏地的 誓法之主杜海 遇到漫天神龙 冲出群龙的围攻 跨过龙门时 会遭遇展龙台 稍有不慎 头颅落地 然后便会遇到九鼎 扛顶而行 便会被九大神舟镇压 艰难万分 吃力无比 就算他们能扛过这一切 与圣皇于近战 圣皇于也丝毫不出 他的法力雄魂 比元道极尽的存在 高出不是一点半点 他的金身是西阳所生 强横绝伦 西阳生生不息 让他肢体可以断后重生 同时催动九鼎和羽王池 一时间让人无法杀出排云宫 长久以来 天府圣皇在天府动天 都只是摆设 就像应龙是先帝家柱子上的摆设一样 天府圣皇没有实权 大势没有决断的权力 平日里只负责祭祀先庭 和掌管礼仪 至于其他福地分配 宝物分配 财产 人口 军队 统统与圣皇无关 就是他们认为是摆设的圣皇宇 此刻的战力 竟然凌驾在各大释法之主之上 他绝对是天府动天 最为强大的存在之一 即便如此 他抗衡两三位释法之主尚可 但想要挡住所有人 只能是痴人说梦 圣皇宇与宋命 很快伤痕累累 由自死命之称 突然 宋命吐血 被鸡飞出排云宫 他原本替圣皇宇 挡住了半数的攻势 此刻没有了他 圣皇宇顿时独目难知 就在此时 应龙白泽等人率领天府门下的杨道龙 白如玉 将军必赶来 杀起腾腾 立下阵势 圣皇宇立刻退出排云宫 与应龙会合 他与应龙是老战友 配合起来密切无间 不过圣皇宇也知道 实力相差悬殊 无论是来自原说的应龙 白泽 还是天府动天的杨道龙 白如玉 他们都未曾修炼到原道极尽 他们强行挡住花红宇等人的后果 便是死路一条 绝对没有第二种可能 花红宇 狼玉兰等人率众涌了上来 花红宇冷冷道 这么说来 圣皇是绝技造反了 圣皇宇惊讶道 造什么反 我乃天府的圣皇 我造什么反 莫非我要反我 自己不成 狼玉兰道 与皇 不必白费口舌了 今日之事 只有一方败王才能收场 父亲 我狼家何时轮到你说话了 狼云不紧不慢走到狼玉兰的前方 淡淡道 狼家的神君 是我 父亲你不过是个失败者 我狼家对今日之事绝不参与 父亲 你可以退下了 狼玉兰勃然大怒 冷笑道 孽障 你以为你有靠山了 殊不知你靠山山道 若是你执迷不悟 今日为父 便只好清理门户 大意灭清 免得狼家被你连累 他杀气腾腾 大战一触即发 突然 只听一个声音传来 好热闹 狼玉兰花红义等人心神大震 寻声看去 只见苏云迈步走来 一派风轻云淡 狼玉兰花红义等人眼角跳动 向苏云来处看去 那里一无所有 苏云 子都地史何在 有人喝问道 苏云惊讶 子都地史 哪里有什么子都地史 你们谁见过这位子都地史吗 那人还带在说 却被人拉了下衣角 顿时醒悟过来 连忙闭嘴 苏云从瓦历中走来 淡淡道 你们说的这位子都地史 他长的是什么模样 一位侍法领袖打个哈哈 笑道 哪里有什么子都地史 天府动天 好久没有地史降临了 倘若有地史来到天府 我们还不是张灯结彩 敲锣打鼓欢迎 其他事法的首脑和领袖醒悟过来 纷纷笑道 是急是急 什么子都富动 我们听不懂 苏云笑道 这么多人都在这里 手持刀兵 又不下战阵 难道是来逼宫 逼我继承圣皇之位 众人恶然 面面相去 饶氏熟悉他的应龙 白泽等人 此刻也有些错愕 皮羞巧声道 阁主的脸皮成就 貌似静静神速啊 是急是急 狼玉兰哈哈笑道 我们手持刀兵 布下战阵 不为了逼宫 还能是要打声打死不成 众人纷纷大笑起来 爽朗的笑声 传遍莫横城 苏云环是一周 笑道 诸公爱我敬我 让我羞愧难当 羽皇 并非是 我要夺你圣皇之位 而是民心所向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若是不接受 诸公的爱戴 我恐怕他们会害你性命 圣皇宇露出笑容 道 今后辛苦你了 他摘下圣皇关 取出圣皇印 苏云单膝处地 圣皇宇亲自为他加冕 苏云在这废墟上 收下圣皇印 完成继位的大典 他站起身来 圣皇宇脱下 身上的黄袍 亲自为他披在身上 苏云转身 108伏地 108小世界的首脑和领袖 纷纷下败 口中高呼 新圣皇公参造化 得被苍生 参拜圣皇苏云等等 苏云继位圣皇 看到众人下败的身影 心中感慨万千 抬手让众人起身 不疾不虚道 主公 我今日见一怪事 今日出门 我呼见 一人屁股长在脸上 以为多多怪事 众人顺势起身 送命笑道 苏圣皇 哪里有人屁股长在脸上的 苏云面色肃然 道 这正是奇怪之处 我原本以为 此人是异类 不料我走到街上 又逢一人 这人屁股也长在脸上 我心中亥然 所行之处 只见人人都顶着一张屁股形走在街上 这人屁股 有的向左歪 有的向右歪 居然没有一个是正的 花红意渐渐地听出其他味道来 面色羞红 但还有事法的首脑 没有听出其中的猫腻 有人好奇道 这屁股是歪的 苏云感慨道 是啊 这人的屁股 非但长在脸上 而且屁股还是歪的 不过 屁股是歪的不稀奇 而且 这屁股并非是固定歪在一个方向 只需在这屁股上 狠狠甩一巴掌 这屁股啊 他就歪到另一边去了 他顿了顿 道 我见诸公 也是如此 诸公屁股掌在脸上 鼓扮开合 喷污慧之言 行不要脸之事 屁股歪斜 不堪入目 诱惑裤子穿在脸上遮羞 然而 强拳一巴掌甩在诸公的屁股上 诸公便会歪向强拳这一边 诸公疯鼓 我不急眼 他哈哈大笑 转身离去 第512章 愿你归来 依旧少年 苏云走后 天府各大福地和小世界的诸公 面红耳赤 将在当场 这一袭屁股论 着实刺耳 着实讽刺 有人无地自容 有人却怒哼一声 拂袖离去 圣皇继位 原本应该是一场圣会 而今却不花而散 苏云强夺圣皇 将生米煮成熟饭 梧桐便不会来挑战他的圣皇之位 在苏云心中 梧桐绝非圣皇的人选 梧桐因为对自己的种族感情太深 导致其他方面的情感激进于无 他得到圣皇的目的 只是为了报答圣皇宇的恩情 让圣皇宇能够放下天府 安心地继续那条未尽的飞升之路 至于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个圣皇的 他有自己的目的 那就是寻找他的种族 圣皇宇离开之后 他也会离开 因此 苏云虽然也非天府圣皇的最佳人选 但目前来说 苏云就是最佳人选 苏云成了圣皇之后 才能扩张势力 稳住局面 带到天府洞天与天使园合并 天府洞天的强者知道 天使园是他的领地 才不敢入侵 成为天府圣皇 只是第一步 他还要打破传统 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圣皇 苏云确立圣皇之位的第二天 圣皇宇便告辞离开 苏云 娄班 岑夫子和应龙等人相送 宋命也慌忙前来 这位老圣皇当年在元朔做圣皇 死后飞升 延续了第一圣皇的飞升之路 来到天府又成为了天府的圣皇 而今 他又要上路了 继续未尽的旅程 在我来天府的这段时间 已经有十多位圣灵从这里离开 走上了飞升之路 圣皇宇抬头仰望天空 感慨万千 他们前来拜访我 称我为前辈 称我为圣皇 他们在这里驻足 后来我送走了他们 只因受阎皇所托 我滞留至今 今日 我终于可以放下这个重担 心无至爱 轻装前行 他看向苏云 与众心尝道 天府 乃有雄心之人的必争之地 此地富饶 多产金石 一宝 神魔 掌握天府 便掌握天下 我之事两千余年 陆入无为 也不需要我有为 但当今之事 便故丛生 需要一位有为的圣皇 那么 便拜托苏军了 他攻下身来 苏云攻身 面色平静道 天府乃苏某不敢承受之重 却不得不承重于己身 定当竭尽所能 鞠躬尽瘁 圣皇宇笑道 君之能 超乎君之想象 前朝先帝 并非七夕的梁木 苏军早做打算 苏云正了正 圣皇宇又向宋命道 我与宋君父子 相处两千多年 相得一张 互补有无 今后宋君与苏军相处 一定比与我相处更为愉快 宋命长一道地 笑道 但也更加提心吊胆 宋圣皇 圣皇宇还礼 笑道 这不正是英雄所图吗 宋命哈哈大笑 圣皇宇看向应龙 这是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他们之间的故事 倘若可以书写下来 必然是另一个传奇 英龙道 我送你 苏云道 我也送圣皇 圣皇宇点头 岂不向天外走去 苏云和应龙跟上他 这时 只见楼班和岑夫子 也跟了上来 苏云心中诧异 香柳大声道 宇 还记得我吗 当年你砍了我八颗头 把我流放 而今我还活着 你却死了 我虽然很讨厌你 也很讨厌应龙 但我不知怎么地 对你还是极为佩服 你走了 我心里突然有些不舍 不知道你这一去 我此生是否还能再见到你 圣皇宇回头 向他摇摇挥手 香柳惆怅良久 虽然道 忠我一生 大概是不能再看到圣皇宇了 苏云等人送圣皇宇来到天外 却见前方有许多来自各大事法的高手 在星空中 停下各种仙家的车马宝念 摆下宴席 花红宇举杯相迎 笑道 与皇为圣皇这段时间 与我各大事法相处融洽 天府没有大的动乱 可谓是圣皇之志 与皇离开 我等受益之人 不能不前来相送 旁边有什么捧杯 敬酒 圣皇宇接过酒杯 饮下美酒 凯然道 我所做甚少 有愧于天府 花红宇意味深长道 做得少 才是有益于天府啊 郎玉兰上前敬酒 道 与皇带来争胜 缘道境界 让天府动天受益匪浅 多了十多尊仙人 也多了十多个仙人世家 各大事法 无不蒙受与皇的恩德 圣皇宇接过旁边的神魔的青铜三角杯 望着杯中美酒 感慨道 我本意 是将这两个境界 带给天府所有子民 让所有灵事都可以修炼 却没想到 壮大了豪墙 而穷苦之人愈发穷苦 这枷锁 反倒限制得更紧 郎玉兰哈哈笑道 我们祖辈成仙 不知多少代人 积累夏尔金的规模 你腿子想紧平一代人 仅凭圣皇的争胜 缘道两个境界 就翻天做人上人 天底下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所以 与皇推行这两个境界两千多年 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 他言语中也大有深意 说着说着 便扫了苏云一眼 圣皇与沉默 仰头把杯中美酒一饮而尽 又有一位世家之主上前 敬酒道 与皇之事之所以制得好 是因为 与皇与我们 仙人世家互不侵犯 彼此融洽 圣皇与饮酒 又有一位世家之主上前 敬酒道 与皇之事 壮大了我们这些仙人世家 稳固了我们的统治 因此这些年 我们祖上的那些仙人 也很少下凡 倘若与皇之事 扰乱了我们这些仙人世家 那么我们祖上的仙人 多半也要下凡 扰乱世间 也就没有这两千年的圣事了 圣皇与再度饮酒 一位又一位仕法之主上前敬酒 虽然是礼经圣皇与 但言语之中 却有打压苏云的意思 让他这个外来者安分守己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有其他心思 圣皇与来者不拒 将所有人敬的酒硬下 他的目的 也是让苏云看一看 苏圣皇将来要面对的阻力 到底有多大 终于 最后一杯酒精完 圣皇与已经有了熏熏醉意 摆了摆手道 诸君盛情 与竟受了 请回 众人登上车面 纷纷返回 圣皇与强忍着醉意 然而却有了些醉态 向苏云道 原本有一个 从地座洞天赶来的女子 也到了天府洞天 这个女子怀有身孕 产下一子后 便鞋子离开了 她志在先见 倘若她不走的话 或许可以辅佐你 保重 苏云正了正 却见圣皇与亮强前行 自嘲私的沈笑道 我这死后半生 可谓碌碌无为 并没有改变什么 今后天府的众生 是否能生活在天府之中 则看今朝圣皇了 她挥了挥手 告别了映龙和苏云 走入星空 苏云挥手 只见楼班和岑夫子 也与圣皇羽 一起走入星空 我们是圣灵 这条非生之路 便是我们最后的征程 不必送 楼班挥手 很是洒脱 盈盈站在苏云肩头 大声道 何必呢 两位老爷 何必白费功夫 人生何处不相逢 说不定下一座洞天 咱们又相遇了 不当人子 两位老先生 气得吹胡子瞪眼 恨不得把那小丫头 抱打一顿出气 羽皇一定要当心 那小丫头 不要留给她任何把柄 比如说 带着自己气息的 本命灵兵 或者遗物什么的 糟糕 我把羽皇印给了她 那就糟糕透顶了 我们当初便是 留下了大圣灵兵 才屡屡被小丫头暗算 好不容易跑远 便又被她拉回来做苦力 不必惊慌 咱们跑远一些 这小丫头 便无能为力了 她们渐行渐远 消失在星空之中 苏云和应龙遥送 他们离去 直到再也看不见 这才折返回去 应龙与苏云相伴行 道 自第一圣皇以来 五位圣皇历经图治 才在羽皇这一带 将袁硕神魔禁数封印 自那之后 天下一统 圣皇时代结束 羽皇的寿命短暂 悠悠百年 我没有与他作别 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便进入天门鬼市沉睡 在我心中 那个与我一起封禁 天下神魔的少年 一直还活着 他回头望向虚空 声音低沉 愿你归来 依旧少年 盈盈姑娘 不要试图召唤他回来 让他追寻着 自己的梦想去吧 盈盈想了想 点了点头 应龙难得惆怅 语气中 竟然带着些许伤感 大概是想起了 袁硕历史上的那些圣皇 想起了与他们 一起的真龙岁月 还有就是 当他们成为朋友后 却看到他们的性命 如秋花般一事 一一凋零 他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朋友 只有这条龙 孤独地坐在黑暗中 静静地看着时光的流逝 苏云被他说的 也有些惆怅 不自觉地想起 圣皇与离别前所说的 那个来自地座洞天的女人 是她 柴初熙 她来到天府时 怀有身孕 她生下的那个孩子 是我的吗 他们各怀心思 向天府而去 不要他们刚刚 从天外走入天内 突然天空中火光耀眼 在天幕上留下一个 巨大的线路图案 那是有人打开线路 从另一个世界降临的异象 他们正在张望 却见天幕上又出现一个线路图案 接着是第三个 第四个 短短片刻 便有四人通过线路 降临天府动天 天府大殿的广场前 只见天幕上浮现出的 线路图案 化作一道光芒映照下来 恰恰照耀在广场中心的 祥仙台上 祥仙台 正是天府动天 与仙界相通的地方 除了仙人降临之外 往年还会有仙庭大开恩典 让天府中的有功之士 登临仙界 得以与祖上的仙人相聚 甚至说不定能得到仙帝的封赏 仙光呼啸坠落 砸在祥仙台上 叮咚有声 已经有不少侍法子弟闻讯前来 赶到祥仙台前 只见光芒耀眼 众人正在惊疑不定 这时 一个人影出现在祥仙台上 只听一个声音笑道 我师弟萧子兜 先我们一步前来 而金子兜师弟何在 第513章 苏云的一见钟情 第二位仙帝使者来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 刚刚送别圣皇与归来的 侍法领袖的耳中 这次降临的不是第二位先帝使者 而是共有四位先帝使者 倘若加上被苏云杀死的萧子都 那么这次先帝共计派来五位使者 这五位帝使 都是先帝的弟子 可想而知 先帝对天府是何等看重 萧子都是第一位帝使 他先潜入天府洞天 秘密联络各大使家 等到局势稳住之后 其他帝使在声势浩大降临 一举稳住天府洞天的局势 萧子都坏就坏在他在排云宫 召集各大使法的首脑赴宴 声势很大 惊动了梧桐 梧桐告诉苏云 苏云第一时间便前来将他除掉 而这一次 来了四位帝使 不知多少人怦然心动 这些使法此次 是来赴圣皇会的 原本苏云登基圣皇之位 他们便应该各回个地 不过还未离开 便有四帝使降临的大事发生 现在 他们更不会走了 墨横城将有大便发生 有人兴奋起来 在下秋云起 那第二位帝使向闻讯赶来的花红异道 我师弟萧子都 是怎么死的 花红异身心大震 不敢怠慢 欠身道 四位帝使 这位是天府大殿的祥仙台 不方便说话 请随我来 秋云起微微一笑 道 贼子的势力 已经达到这种程度 让陛下的忠臣意识 连话也不敢说了 不至于 朗玉兰大步走来 命令麾下神魔 立刻封锁天府 朗声道 乱臣贼子的势力虽然不小 但面对天府动天的忠臣意识 便是堂壁当车 不堪一击 唯一值得忧虑的 便是那个名叫 苏云自大强的邪帝使 子兜帝使 便是死在邪帝使者 苏云之手 秋云起惊讶 身旁的一个黑衣少年 冷冷道 邪帝使苏云 能够杀死萧子都失帝 有些本事 他杀我失帝之时 你们在做什么 朗玉兰心头一突 道 天府之中有邪帝使的挡羽 这些乱挡挡住了我们 以至于他不敢继续说下去 那黑衣少年 语气更加冰冷 虽然道 仙廷几千年未尝过问天府 没想到 天府已经糜烂到这等程度 水师妹 娄师妹 看来这天府动天 须得好生整顿一番了 花红义和狼玉兰 不由打个冷战 仙廷若是打算对天府下手 那就不只是整顿那么简单 而是要经过一番血洗 到那时 恐怕要死的不是苏云 宋命和七当雨 恐怕还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死 只怕有些释法都将毁灭 成为这次清洗的牺牲品 有些人在上界的战争中战死了 这里面便包括释法的老祖 释法的老祖死了 于是仙廷便趁机来收回这些仙人的领地 花红义和狼玉兰 只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袭来 整顿天府是假 瓜分死者财富是真 为仙廷战死的仙人 死后连其财产也保不住 另外两个地史 一个叫做水盈回 一个叫做楼珠翠 也都是当朝仙帝的弟子 而那黑衣少年叫做叶寒生 他们之中 秋云起是大师兄 修为实力最高 叶寒生 楼珠翠和水盈回等人的修为实力相差不多 秋云起笑道 叶师弟的话严厉了一些 但也是用心良苦 天府洞天的确糜烂了 虚的整顿 这次我们来 先不要惊动那个邪地史 容我们从容安排 待到罗网铺开 再一举将邪地史拿下 狼玉兰 花红义等人称氏 急忙下令 秋云起等四地史降临一世 绝不能外传 尤其是要瞒住苏云 以及苏云的派系 那些誓法子弟 静若寒蝉 不敢说话 水盈回轻声道 其实死人更容易保守秘密 狼玉兰和花红义对视一眼 过了片刻 天府的降仙台前 多了许多具尸体 这些人是第一批发现 天府降仙台意向的誓法子弟 狼玉兰命挥下神魔 前来清洗降仙台 躬身道 地史大人 请 秋云起 叶寒生等人 跟随着他走出天府 狼玉兰命挥下神魔撤退 这时 恰逢苏云从天外归来 途经天府 苏云惊讶道 两位神军 这是从何处来 狼玉兰心中凛然 向身边的四位仙石巧声道 死人便是邪地史苏云 你们不用说话 留在我身后 便当作是我的清兵 秋云起 叶寒生 水盈回和楼珠翠四人闻言 落后一步 纷纷向苏云看去 水盈回和楼珠翠 两个女子眼睛一亮 暗赞一声 这邪地史生的真俊美 比两位师兄还要好看 花红一已经迎上前去 笑道 原来是苏圣皇 我们送回了老圣皇 独无私人 因此去天府转一转 原来如此 苏云不以为意 道 是才有天外来客 在天幕上留下了印记 几位可曾知道 来者是谁 他话如此说 目光则落在秋云起 叶寒生等人身上 花红一道 天府动天规模宏大 常有人打开先路 与外界往来 想来是来到这里的过路客 苏云点了点头 目光依旧落在水银回的身上 她的目光极具侵略性 肆无忌惮地 在水银回身上来回扫尸 道 这四位是 叶寒生恼怒 一动脚步 挡在水银回身前 花红一咯咯笑道 他们 无非是狼家的子弟罢了 苏云呕了一声 向狼玉兰笑咪咪道 老狼 你是知道的 本座媳妇跑了 房中寂寞 总会生些异样心思 这女子我一见钟情 我觉得 她也与我一见钟情 你看 狼玉兰连忙道 圣皇 人家是有家事的人 苏云勾着她的肩头 窃窃私语道 是旁边那个黑衣服小子吗 你把她咔嚓做掉 晚上把她媳妇送到我房里来 狼玉兰面色如土 苏云哈哈笑道 老狼 我是与你开玩笑的 看把你吓的 说实话 我与这女子旁边 戴着耳环的那女子 一见钟情 我觉得吧 她也与我一见钟情 你看什么时候 把她送到我房里来 戴着耳环的女子 便是楼朱翠 白玉耳环中央 有着楼语图案 狼玉兰叫苦道 圣皇 那也是有家事的 苏云恋恋不舍地 忘了忘楼朱翠 试探道 她丈夫不能咔嚓了 狼玉兰拨浪鼓般摇头 斩钉截铁道 不能 苏云还欲再说 这时两只灵溪 拉着宝年驶来 在路边停下 交书傲侧头 看了一眼 道 圣皇 姑娘找你 苏云于是辞别狼玉兰和花红翼 登上宝年 灵溪年驶离此地 狼玉兰 花红翼 和邱云齐等人 目送这两宝年走远 叶寒声咯吱咯吱魔牙 冷冷到 色欲熏心 真想现在便除掉这死 竟然敢对两位师妹 动了歪心伞 邱云齐淡淡道 稍安勿躁 她并非是真的好色成性 只是想试探我们的来历罢了 此人生性谨慎 多疑 如狐狸一样 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叶寒声道 我还是想杀她 邱云起笑道 她就是邪地使 当然要死 只是不是现在 我们毕竟是过江龙 虽然猛 但还是需要依靠地头蛇 才能将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而且 我们此次的目标 又不只是邪地使 还有邪地在人间的党羽 狼玉兰 花红翼凛然 先前他们还敢插嘴 现在听到这话 连话也不敢说 水银回笑银音道 让我奇怪的是 这个看上 我们姐妹的好色之徒 怎么会是天府圣皇 狼家乃三世见仙之家 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狼玉兰公声道 说来话长 请随我来 众人随她而去 灵溪宝念上 苏云坐在梧桐的对面 笑道 师妹 你一时没留意 我便 已经是天府圣皇了 我完全没有必要 与你一较高下 便将圣皇之位纳入囊中 梧桐脸上无怒无悲 仿佛对圣皇之位毫不看重 道 你试财试探那四人来历 危险至极 这四人乃是仙庭中下来 与萧子都联络的地势 他们与萧子都一样 都是师承当今先帝陛下 而且 他们是萧子都的师兄师姐 苏云文言 不由地打个哆嗦 连忙向窗外道 交书 折向去三圣道场 收拾戏软 换上白泽他们 咱们立刻回天誓原 梧桐露出笑容 道 苏郎知道怕了 苏云拱手 师姐救命大恩 莫齿难忘 若是没有师姐指点 我非得试探出他们的来历 迫使他们出手不可 他们若是出手 我必死无疑 他对萧子都的战力 还是有些余计未消 那一战 他出手占据先机 有偷袭的意味 先将萧子都中创 就算是那样的优势 他也险些被萧子都翻盘 用地渐渐到 对萧子都无用 两招混沌诸仙旨 也不能将他完全格杀 怎么也打不死的萧子都 到头来 居然还有反击之力 若非盈盈插手 胜负生死 尚未可知 而刚才 居然一下子出现 四位萧子都这个级别 甚至超越萧子都的存在 想一想 苏云都有些后怕 师姐大恩 唯有以身相许 才能报答 盈盈从苏云灵界中 冒出头来 面色严肃到 世子 还不宽宜报答师姐 武童哼了一声 目光向他看来 下一刻 盈盈天旋地转 等到他稳住身形时 只见看到自己 又回到幻天之中 少年白泽正在说道 阁主 我们已经定下了 围杀神君柳剑男的办法 魔女是我克星 盈盈大惊失色 第514章 三圣学宫 灵溪宝念中 苏云听到以身相许 才能报答这句话 不禁动心 但看到盈盈 跌入巫童的幻境中 便立刻打消这个念头 师姐 一个地史 我还可以应付 但是四个地史 我便应付不来了 苏云正则道 如今之际 唯有舍弃天府动天 回天是圆 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否则留在这里 便是死死无生 巫童面带玩味之色 抬起脚蹭他小腿 笑音音道 师弟为何前聚而后攻 事才第一面 不是叫人家师妹的吗 苏云脸色胀红 知道这是巫童 给自己制造的幻觉 来试探自己道心上的弱点 自己若是暴露好色本性 想要翻身 那就难了 他只得强忍着 把大腿蹭过去的冲动 道 此一时比一时也 师姐 我们立刻返回天是圆 巫童把脚放在他的大腿上 脚尖点着他的小腹 一点一点画圆圈 笑道 好啊 书奥 去三圣道场 外面传来焦书奥的声音 灵溪保拧折相 向三圣道场而去 你若是舍得你千辛万苦 得来的这一切 得来的人心 得来的机会 那么我又怎么会不成全师弟 巫童继续画着圆圈 悠悠道 只是 你舍得吗 苏云叹了口气 伸手将他的腿推开 道 我舍不得 他接触到巫童的腿时 心神一荡 那竟然是条真腿 并非是幻解 苏云按道一声厉害 竭力守住心神 正色道 而且 我未必输 诚如羽皇所言 我成为圣皇之后 便是协地的一面旗帜 我这面旗帜不到 协地的旧步 便会络绎不绝前来投靠 就算我想到 协地也不会容许我到 巫童的脚又抬了起来 似乎动情道 继续说下去 苏云继续道 那四位帝使 之所以不动我 也是在等一网打尽的机会 我试裁调戏四帝使中的 两位女帝使 他们居然也能忍住 可见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他们还会再忍下去 他们既然想一网打尽 那么也就给了我机会 况且 就算他们想杀我 我也并非毫无抵抗之力 巫童的脚一点一点地 从他的小腿 爬到他的大腿上 巫童弃土之栏 道 继续 苏云声音有些沙哑 我的战力不仅不逊于他们 而且我还有宋命 还有师姐相助 而且 我背后还有一人 那就是地心这尊神 他将会是我的大杀戚 他说到这里 巫童的脚 恰恰在他小腹化圆圈 苏云忍不住 双手抱去 却抱了个空 那脚 先前是真的 现在却是假的 巫童咯咯一笑 幻象破灭 苏云面红耳赤 只见自己怀里 哪里还有脚 先前 巫童用脚勾引他 让他道心动摇 道心动摇之后 便有机可乘 然后制造幻想 看他掉入陷阱出丑 不过师姐刚才的脚 却是真的 苏云心里又是一当 灵溪宝拧停在三圣道场外 巫童问道 那么 你打算怎么做 苏云生个懒腰 道 我对他们视而不见 继续做我该做的事 第一步便是开办学校 巫童眨眨眼睛 我要在天府洞天办学 彻底打破这里的家学制度 门派制度 门阀制度 我以圣皇之名 开办官学 让不属于108世法之家的人们 有地方可以求学 可以修行 可以突破他们固有的阶层 苏云振奋精神 笑道 天府洞天 暮起沉沉 圣皇宇来到这里 两千年未曾改变现状 但我要改变这个现状 巫童看着他 眼眸中有一丝异样的波澜 莫不作声 苏云起身 道 师姐 圣皇之争 已经尘埃落地 师姐不离开此地吗 随着四地使道来 这天府洞天的魔性 非但没有任何衰减 反而愈演愈烈 我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魔性和魔气 又怎么会离开 巫童道 这是我修为原道极静 达成魔上的好时机 我要借天府之乱 一举成为原道魔上 苏云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巫童抬头与他对视 这女孩的目光漆黑 似乎没有多少感情 蕴藏在其中 然而苏云却看到 那是因为感情太纯粹 而变得黑暗 容不得其他光线 苏云有些自残行贿 默默点头 走出灵犀宝念 盈盈这时突然醒来 开口道 魔女厉害 我不能敌眼 苏云心有同感 叹道 别人看他如魔 而对我来说 却如同天人一般 我时而对他动邪面 时而对他生出钦佩 时而又动怜悯 时而又有爱慕 忽而又生出情欲 但性情种种 都只是一面 都只是因他而起 我竟不能看到他的全貌 盈盈把他的脸掰过来 面色严肃道 世子 你动感情 你就输了 面对人魔这等魔女 你只有先让他动情 才能让他死心踏地 你清醒点 苏云哑然 不知道盈盈的小脑瓜里 装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 灵犀宝年 驶离三圣道场 梧桐静静地坐在车中 回想起苏云刚才说到 他要办学的激昂神态 不由心神摇曳 姑娘 你的心动了 焦书傲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连我都觉察到了 作为最强大的魔 你不应该心动 而是看着别人心动 心碎 心死 梧桐慵懒地躺了下来 右臂竖起枕着头 笑盈盈道 书傲跟着我修行 本事见长 你话虽不错 但他说起他的理想 说起他的未来 总有一种迷人的东西 在他的眼中 让人不自觉地沉醉于其中 焦书傲的声音传来 姑娘的这种想法很危险 你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人魔了 梧桐想了想 或许你是对的 但我不在乎 焦书傲忍不住道 他二婚 姑娘 他原本有了一个妻子 就是那个叫做柴出锡的 然后柴出锡就跑了 可见 一定是他做得不好 妻子才跑的 梧桐差一道 说 你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盈盈说的 小书怪 怎么什么都说 是啊 那日 他坐在我头上 滴滴咕咕咕一直说 三圣道场中 苏云找来地心 让他寸步不离左右 明曰 有人要害自己 恐将来无人为他医治 地心文言 极为紧张 于是形影不离 苏云召来皮修 命他去打理天府圣皇的财产 命白泽去整理天府圣皇藏书 命应龙去练兵 命女丑 联络炎皇后裔 此次来到天府洞天的神魔 各有所思 待到皮修魔神 清点出圣皇所有财产 苏云当即宣布 组建三圣学宫 为天府洞天圣皇制下的最高学府 教授天文 地理 术术 镇法 功法 格物 神通等课程 三圣学宫不计较世子的来历出身 只进行考验考核 但若是符合三圣学宫的考核 便可以进入学宫求学 学宫中的教学 不仅有关于中山 竹龙 天渊等 境界的细致划分 还有子府 征圣和元道等平民和平民 以及低贱种族 根本接触不到的境界 除此之外 更有高深的功法 甚至连圣皇宇搜寻到的一些先家功法 也会在三圣学宫中传授 更有甚者 传说三圣学宫 还会请来元朔的圣人教学 教授圣人绝学 其他的不说 最后一条传闻 绝对是震动天下的大事 引得天府各地民情激动 恨不得插翅飞到天魁伏地 要知道 天府动天的各地 流传着许许多多的元朔的传说 在苏云这等出身自元朔的人来说 他深知元朔的实力 现在的元朔 多半只是能与稀土并驾齐驱 其实力刨除苏云 梧桐等少数几个厉害人物 恐怕还不足以与天府动天的 一个小世界媲美 更别提仙人族裔了 但对于天府动天来说 元朔是圣皇出身之地 而且还有不少圣灵出自那里 游历星空 这简直就是神话中的动天福地 英杰辈出 要知道 富饶如天府这种地方 单个福地几千年来诞生的元道圣者 也是屈指可数 有的甚至一个都没有 最多只能修炼道征圣境界 但元朔这个地方 却有十多尊圣灵到过天府 而且在那些圣灵口中 元朔五千年来诞生的圣人 多达一两百人 三圣学宫会请来元朔活着的圣人 专门授课 这等际遇 真可谓是可遇不可求 然而 天府动天的各大事发 听到这个消息 便不那么美好了 事发之家的首脑和领袖 尚且集中在漠横城中 没有离开 文言便又聚在一起 商议对策 倘若这位苏圣皇将这所谓的官学 推行出去 推广天下 那么我们仙人族裔的利益 必然受损 天府伏地的领袖玉昌公大声道 这些贱民没有本事的时候 尚且不安分 有了本事 还不是要做刁民 要造反 长此以往 天府还是天府吗 土匪窝才是 其他事发的首脑和领袖 纷纷应和 道 此事不能容忍 当年圣皇宇在位时 便从没有这等幺蛾子 苏圣皇一上任 便出现这等让人不快的事情来 他怕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结果这三把火烧到我们头上来 他若是加税 增加一些 姚夫都还好说 盘剥的是那些贱民 我们犯得着去管他们死活 但这次烧到我们头上 那就让他一把火也烧不成 对 对 让他烧不成 众人群情激愤 就在这时 狼玉兰台起手来 朗声道 朱军稍安勿躁 听我一言 他虽然被狼云赶下台 不再是狼家的神军 但威望尚在 他一开口 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对付苏圣皇的三圣学功 很是简单 狼玉兰笑道 他不是要释法 平民 平民 一视同仁吗 那么 我们派出我们家族的子弟前往 把所有名额都占满了 不就解决了吗 他出钱出力出人 替我们栽培子弟 岂不美栽 他的这个三圣学功 除了我们释法子弟之外 招不到任何一个出身底层的人 不就是除了圣皇不喜皆大欢喜 众人闻言 纷纷鼓掌叫好 狼玉兰抬手按下掌声 继续道 不过 我们此季可以熄灭苏圣皇的第一把火 苏圣皇肯定还会有第二把火 第三把火 那该如何是好 花红一声音清澈 镇压全场 自然是除掉 这位苏圣皇为上策 不错 治标须治本 斩草须除根 狼玉兰笑容满面 声音红亮道 朱军 我与朱军引荐 这四位便是先庭的四大帝使 也是当今先帝陛下的弟子 他攻下身来 秋云起 夜寒生 水银回和楼珠翠四人走出 从幕后来到台前 第515章 仙人来访 这四位帝使出现在众人面前 顿时鸦雀无声 能够坐上侍法之主的宝座 也都并非是傻子 苏云上次施展雷霆手段 直接格杀帝使萧子都 已经让他们警醒 贸然战队 或许并非是个好主意 上次他们战队萧子都 结果萧子都被苏云杀了 有几个侍法之家的家主 也死在战斗之中 还有不少人伤残 苏云获胜归来 萧子都惨死 剩下的事罚站队苏云 被苏云嘲讽 屁股决定脑袋 哪边巴掌重便往哪边歪 现在倘若他们跳到先帝这一边 站队邱云起 叶寒生等人 岂不是如苏云所言 屁股长在脸上 先前苏云话里有话 但好歹还说 他们屁股上穿条裤子遮羞 这次倘若站队邱云起 叶寒生 恐怕连遮羞布也没了 更为关键的是 谁知道苏云会不会突然跑过来 把邱云起 叶寒生等人也给杀了 这疯子做事 谁能预测 邱云起四人是地使 苏云也是地使 谁知道这疯子的实力 到底是比邱云起四人高还是低 倘若苏云杀了四位地使 天府是法还能又跳回去 站队苏云布城 那样的话 苏云又该怎么嘲笑他们 然而 狼玉兰和花红义拉来了他们 又拉来了邱云起 叶寒生等人 便已经注定他们不能拒绝 在地使面前拒绝 便是自决生路 当场便会被人干掉 丢脸没什么 把苏云这个邪地使干掉 不就不丢脸了吗 他们心中暗自道 干不掉它 才叫丢脸 邱云生四下扫尸一周 将众人神情收入眼底 淡淡道 除掉邪地使 并非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 引出邪地余布 将他们除掉 朱军 有没有你们不重要 陛下只是需要你们表个态 做做样子而已 倘若 你们连做做样子也不愿意 那么仙庭队你们 也没有必要做做样子了 他此言一出 所有人心头都是异己 邱云生的话中 蕴藏着很多众意思 第一重意思是表面意思 第二重意思则是说 天府动天中 有仙人隐藏在此 而且这些仙人 是邪地的余布 第三重意思是 他们有除掉 这些邪地余布的力量 尽管还不知 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 第四重意思是 苏云做圣皇之后 这些邪地余布便会出现 众人心头砰砰乱跳 真的会有仙人 出现在这座末横城 并且去寻找苏云吗 邱云生等人真的有这种力量 将这些仙人一网打尽吗 还有一件事情 邱云生环视一周 淡淡道 你们之中 有邪地使苏云的同党 他此言一出 顿时一片哗然 然而郎玉兰和花红义 却早已得到消息 因此不显惊讶 邱云生不紧不慢 念出一个个名字 道 仙人马翼龙玄孙马昭国 惊仙落墨行 第八代孙落兵节 仙人留别梦之子刘时川 仙人玉陈山之女玉映秀 他一个个名字念下去 被念到的人坠坠不安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邱云生念了十多个世家之主的名讳 倩然道 抱歉 你们是乱党 杀掉他们 祭头功 他说到这里 各大事发的首脑和领袖们 都是一片茫然 然而又有些蠢蠢欲动 祭头功 太诱惑人了 因为帝使下界的目的 是为了除掉苏云这个邪地使 将邪地余孽一网打尽 将邪地之心除掉 彻底断绝邪地复辟的可能 这个偷功 绝对是大功一剑 突然 一声杀伐之音响起 被攻击的那些人 心中充满了不解 不断贺问 但很快便没有了气息 死在血泊之中 平日里与他们称兄道弟的那些人 甚至触动先兵 将他们的神魔烙印也给抹杀 让他们无法借神魔烙印保命 这十六个世家 也需得连根拔起 邱云生坐在座位上 好征以挟地 看着这些人自相残杀 他才吩咐道 十天之后 我要看到这些侍罚的财富 和这些侍罚的重宝 那些手上染血的侍罚之主 纷纷转身离去 眼中充满了狂热 这次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次发财的好时机 抄这些侍罚的家 地史看不上的宝物和美女家人 自然落入他们囊中 不过 天府洞天总共只有1080家 一下子被除掉16个 少了一成半 也算是颇天大的波动 这里牵连的人 恐怕数以亿计 每个福地要掉落的人头 最低百万计 但对于侍罚之家的主宰来说 这些算不得什么 人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各个侍罚之间 往往还有联姻 但姻卿在生死面前 却也算不得什么 况且 狼玉兰向他们暗中通风 这些侍罚在仙界的仙人 要么失势了 要么已经死了 不必担心被报复 只是事后才有人想到 我们是来对付苏云的 为何我们这些侍罚 反倒死伤惨重 十天后 苏云才得到16个 十家负灭的消息 苏云又见到梧桐 她的修为愈发深厚了 直追自己 要不了多久 只怕梧桐便可以进入原道境界 梧桐师姐 这就是你所说的 前所未有的魔性吗 苏云请教道 梧桐摇头 道 修炼到我这个境界 想要再进一步 仅靠天地元气是不成的 哪怕是仙气 也不能让我提升修为 只有众生的魔性磨念 才可以让我提升 这千万人的死 只是引动天府动天的蝎子 因这千万人之死 而让人心中产生的魔性和魔气 才是助长我修为的根源 苏云沉默片刻 道 让你修成魔仙 是天下人的不幸 梧桐道 但造成魔性和魔气的 并非是我 而是世人 苏云也知道 他说的是事实 其实 梧桐越来越淡然 从前他在朔北时 偶尔还会挑起一些争端 带到了东都 便不再挑动人们的情绪 而是观察世事的变化 观察人心中的魔 带到西土 地做洞天 他更像是一个旅客 驻足下来 看世事变化 很少参与其中 他只是在地做洞天 帮助南部一 混入银安城 到了天府洞天 他参与的事情便更少了 若非圣皇宇 对他有传功之恩 他多半也不想 争这个圣皇之位 邱云起 叶寒生等人的动作 虽然剧烈 但对苏云来说 只是事罚之间的自相残杀 他的大半经历 还是放在三圣学宫的建设上 学宫分成不同的学院 学院的老师 他则让杨道龙 白如玉 金宝志等人担任 白泽 应龙等人也在这里任教 但人手还是不足 苏云所要做的事 不是仅仅建立一座学宫 而是要给底层的人们 一个上升的渠道 一个能够改变 他们命运的窗口 一个提升他们阶层的途径 仅凭区区一座三圣学宫 还远远不够 天府洞天如此广大 需要的不是一座三圣学宫 而是十座 百座 千座 仅凭他麾下这些人 远远不够 阁主 还有一件怪事 白泽观察细致入微 向苏云告禀道 此次报名三圣学宫的 很多是侍法之家的子弟 若仅仅是普通的子弟倒也罢了 关键是 这些人个个都是好手 显然是经过选拔的 这些人实力高强 若是与其他平寒人家的世子 一起大考 恐怕对平寒人家不利 苏云笑道 此事简单 不考验实力 考察资质 悟性 学习 应变 开创等基础素质即可 白泽眼睛一亮 笑道 这样的话 须得好好设计设计 才能不落俗套 阁主 能借盈盈姑娘一用吗 盈盈从苏云灵界飞出 与她一起匆匆离去 苏云刚刚处理完此事 只听天府外有人笑道 听闻圣皇的三圣学宫 招收先生教书育人 老朽不才 厚颜自见于圣皇面前 苏云扬了扬眉 此刻她身在天府的正殿之中 处理正午 天府内外 皆被她安排了精心挑选的高手 这个声音的主人 却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镜子来到殿前 可见实力 仙人来了 苏云扶秀 殿门开启 淡淡说道 进来 殿外那老者呵呵笑道 圣皇李贤下士 难道不应该主动相迎吗 苏云道 我主动相迎 岂不是被阁下把握主动权 让我陷入被动 我乃先帝使者 你若来便来 不来 自然会有他人前来见我 那老者哼了一声 是才傲我 情有可原 但对我这位先帝旧臣 也如此巨傲 我不得不教训教训你 免得你得罪了其他强者 无故吃亏 他走入殿内 目光如炬 蕴藏仙光 不怒自威 向苏云看去 突然 这老者脸色大变 扑通跪拜在地 苏云放下笔墨 微笑道 为何前去后宫 那老者颤声道 臣犯不悔 叩见陛下 大胆苏云 竟让陛下站在你身后 罪该万死 只见苏云身后 帝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苏云哼了一声 道 起来罢犯不悔 这位是帝星 陛下的新化作的神奇 那老者闻言 缓缓站起身来 想要发火 又不敢发火 苏云道 你若是想让我聘用你教书 你需得拿出些本事来 你有何才行动我 那老者犯不悔道 苏帝使 你可致你死到临头了 苏云府长赞道 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愧是仙人 那老者犯不悔打断他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真的死到临头了 只有我才能保你一面 苏云面带玩味笑容 突然一指点出 右手食指 顿时七枚混沌符温翻飞 围绕他食指旋转 混沌鹰大作 那老者犯不悔脸色大变 急忙出手抵挡 仙术神通爆发 当真是耀眼夺目 光耀大殿 哄 恐怖的波动过后 那老者犯不悔道飞而去 轰隆一声 撞在前殿门户的匾鹅上 扑通落地 砸入尘埃之中 那匾鹅被砸成两半 跌落下来 砸在他的屁股上 我说的是用你的才行动我 不是嘴皮子 苏云提起刚才放下的笔 眼皮子也不抬道 起来说话 第516章 前朝第一忠臣 苏圣皇 那老者犯不悔 推开身上断裂的匾鹅 惊疑不定 他是仙人 正正经经的仙人 而对方却只是一个灵士 可能境界还未修炼到 极尽的灵士 居然就这样 一直将他击飞 他心中却也不得不服气 难怪陛下 会选这个人为使者 苏云身后 地心轻声道 你刚才这一击 为了唬住此人 浪费了四成的法力 苏云面不改色 口唇不动 声音却轻微地传出来 但能杀一杀 这个名叫犯不悔的 仙人的锐气 浪费四成的法力 也是值得 我只是灵士 虽为帝使 但未必能震得住 这一批穷凶极恶的仙人 震不住他们 便反倒 会被他们锁裹鞋 做事身不由己 危害极大 地心道 你说的我不懂 不过 倘若犯不悔是个牛脾气 爬起来还要与你私病 那么两招过后 你便要露线 那时 你怎么办 苏云面带微笑 心脏却抽了一下 那时 自己便会暴露出 自己只能使出两招 混沌诸仙旨的真相 你不会让我受伤 对吗 苏云问道 地心默然道 你不死就可以了 受伤我并不过问 苏云信心不已 不过 我可以帮你出手 在他们脑后插一管 他们便会乖乖听话 地心道 苏云摇了摇头 地心插管的手段 是控制他们 并不是收服他们 并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 而苏云要做的 是让邪地救部的仙人 为自己做事 范不回走来 长衣道地 道 地使大人手段高超 我不急也 难怪陛下让你吃福洁 这福洁 可否让我看一看 苏云从左臂上摘下青铜福洁 心念微动 福洁飞了过去 范不回 毕宫毕竟接下福洁 查看上面的文字 不由得肃然 果真是陛下的信物 他交还福洁 苏云道 你有何本领 能够在我三圣学功任脚 混一口饭吃 范不回恶然 试探道 我是仙人 这一条还不够吗 苏云摇头 不悦道 仙人还不是刚才被我一指头打飞出去 仙人这名头 在我这里不好混 天文 地理 树树 镇法 东法 格物 神通 剑术 铸造 建筑 符文 这些课程 你多少的会一个 范不回道 我在镇法上有些造诣 只是 我们不是要造反的吗 还教什么说 苏云抬眼看他一眼 又自垂下眼帘 继续批阅各地送来的文案 道 仙人范不回 你应该已经在天府洞天隐藏很久了吧 平日里做什么营商 范不回道 自从陛下战败 我便隐藏下来 藏身于天府洞天之中 躲避了两次大清洗 最近些年安定下来 在连雀城做小本买卖 给富贵人家修补阵图为生 迄今 也有七千年了 苏云道 与你一样的仙人 还有不少吧 范不回道 不在少数 连雀城中便还有两位 其他地方 恐怕也有许多 有的藏于闹事之中 有的隐匿于山林之间 有的自我封印 有的意志消沉 终日饮酒消愁 偶尔我聚会顾有 每每说到逆地篡位夺权 便不由地咬牙切齿 恨不能生淡逆地血肉 他目视苏云 目光火热 虽然是老索模样 但却壮怀激烈 声音铿锵有力 这次我们听说 陛下派使者来到天府 召集救部 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陛下想要东山再起 我们这些老臣未尝不是 但我们还要看看 这位帝使大人的作为 苏帝使争夺圣皇之位 一番让人眼花缭乱的作为之后 竟然真的登上了圣皇之位 令我们这些老东西 喜出望外 认为你是天选之人 没想到 你成了圣皇 不思为陛下宏图尾业举起一旗 反倒要教书 他越说越是愤懑 冷笑道 教书 能够推翻逆地吗 苏云放下笔和文案 站起身来 来到他的面前 直视着老者的眼眸 范不悔虽然知道他厉害非常 能够一直将自己打飞 只怕修为要比自己高出不知多少 但却丝毫不惧与他对视 苏云强行压制自己心头的愤怒 压底嗓音 冷冷到 隐匿起来 意志消沉 戒酒消愁 就能推翻逆地光辟正统 这几千年来 你们做过什么 我不来 你们就什么都不做 我一来 你们便全都要我做 我在打声打死的时候 你们就在旁边看着 这腹臂 是负我苏云的屁吗 范不悔露出愧色 啊 我们不是帝使 住口 苏云鹤道 陛下被逆地篡拳 失了正统 我难道便不心痛如刀绞吗 我想起这等大恨 难道便不会夜不成寐吗 我想到 逆地坐在朝堂上 做豺狼之笑 我便不义份填膺 泪流满面吗 我的眼泪 是往肚子里流的 你们看不到而已 范不悔怯诺道 我误会帝使大人了 是我的错 帝使大人 你既然中君如此 为何还要教书 苏云冷哼一声 拂袖转身 背对着他 仰头望天 道 陛下的势力没剩下多少 逆地与其党羽把持仙剑 势力是何等庞大 随随便便便可以把我们灭掉千百次 我们势力弱小 想要帮助陛下 便只能徐徐徒之 我在天府洞天开办学宫 便是要动摇逆地在凡间的根基 陛下尔经在仙剑 为了我们东奔西走 吸引注意力 容易吗 他义愤填膺 看向范不悔 大声贺问 陛下化作狮妖 游子搏杀 为我们争取机会 争取发展的时间 你们不思量 如何壮大发展 反倒要将陛下的心血 付诸一句 满足你们舍生取义的妄想 范不悔羞愧万分 道 我在三圣学功任教便是 帝使不要说了 老陈 苏云放缓语气 扶着他的双肩 郑重其事道 范不悔 你是忠臣 我知道 陛下也知道 但我们不能辜负陛下的一片苦心啊 范不悔无言正面见他 侧着脸低下头 羞愧难当 苏云道 你先在三圣学功任教 之后还会有仙人任教 你当语众心长地告诫他们 劝导他们 范不悔点头 我心里很懊悔 不用说了 苏云抬手指住他的话 面带疲倦的笑容 道 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的误解 虽然更令我伤心 但我可以忍受 你去见白泽 他会安排 你在三圣学功的教学 范不悔向外走去 来到殿门处 又停下脚步 迟疑一下 道 帝室受苦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男人的崩溃 往往就在一瞬间 倘若受到委屈需要倾诉 帝室大人随时来找老朽 苏云点头秤势 范不悔离去 心中懊悔万分 默默道 我不知道 他的压力竟然这么大 这也难怪 他身为帝室 身负圣命 孤身一人来到这陌生的地方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好不容易有所成就 还要被自己人为难 换做是我 我也会崩溃吧 苏云等到范不悔离开了天府 这才松了口气 把笔和文书丢到一边 取出一缕仙气 加紧修炼 补充修为 不补上修为的话 怎么忽悠第二个仙人过来 给我教书 他叹了口气 心道 半学真难 他催动子府竹龙筋 终生震荡 子府运转 仙气在短短时间内 便从子府流金竹龙 中山 经历九渊魔力 化作真园 再经过长渊 雷池 广寒 消去暴力之气 流遍全身 魔力肉身 苏云修为很快恢复过来 重回巅峰 甚至修为也小遥提升 这仙气是来自 天传洞天福地中所产的仙气 那里世上是 无人占领的地带 苏云虽为圣皇 但在天府洞天 其实并无领地 因此 第一时间让麾下的灵士 占领那里 采集仙气 他修炼到征圣境界 这一境界博大精深 想要炼成并非易事 所谓征圣 便是印证圣人学问 不断印证的过程中 让自己的修为越来越高 见解越来越深 从而达到圣人的层次 苏云兼修就学新学之所长 融合由神魔延伸而来的 仙道符文 构建出自己的一套功法 换作子府竹龙金 原说的圣人绝学 几乎被他看遍了 他在成长的途中 便不断印证这些圣人的学问 他想要突破 便需要吸收更多 圆道境界存在的学问 加以印证 而天府虽然也有 圆道境界的存在 但是天府的教育 是家学制度 家学并不外传 因此导致苏云 也无从吸收天府的 圆道极尽强者的学问 不过 这或许是此机会 可以印证仙人的绝学 苏云目光闪动 回忆是才 犯不毁对抗自己的 混沌诸仙之所动用的仙术 心道 用仙人绝学 想不到的成就 刚才范不毁动用的仙术 极为精妙 苏云尽管使用混沌诸仙之 将他击退 但范不毁 其实并未受多重的伤 可见其实力之可怕 他的实力 应该还在萧子都之上 帝心 他试裁的仙术神通 你看清了吗 苏云问道 帝心道 他动用的神通威力 来自盗火 首先结成火的道场 练就三昧 他一边说 一边施展 轻而易举 便将范不毁 刚才的仙术神通 施展出来 收拾道 就是这样 苏云目瞪口呆 半上还未回过神来 帝心道 你若是没有看清 我便再使一遍 苏云连连点头 帝心于是又施展一遍 苏云还是瞠目结舌 过了片刻 这才道 帝心 你学过这门神通 参悟过道火 帝心摇头 苏云道 那你怎么会施展这一招 帝心道 看一遍 看出其原理 自然而然就会了 看一遍 自然而然 苏云泪流满面 头一次尝到 被人狠狠打击的酸楚 突然 他觉得 参悟仙人绝学 或许并非是成圣的捷径 把帝心 这个怪物格物一变 才是成圣的最佳途径 通天阁的人还没来 否则倒可以让他们 打着疗伤的名头 把帝心切片研究 有帝心的指点 苏云静静很快 让印证仙人绝学 助自己突破的想法 变得有了可能 有帝心在身边 或许并非是坏事 也许可以变废为宝 提升自己的眼界见识 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 苏云心道 这时 只听一个声音远远传来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谈见作歌奏苦声 夜句王门不称情 东山隐士苗秋明 听闻苏圣皇广纳贤良 求贤若渴 因此前来求见 苏云道 请进 那东山隐士苗秋明的声音传来 道 身为圣皇 听到贤士来访 难道不应该倒履相迎 苏云看了看前殿破裂的匾额 又看了看身后的地心 不禁笑了 第517章 山雨欲来 天府中 只听晦瑟玄妙的混沌音响起 又听得轰隆一声巨响 天府前殿被轰塌了半边 镇守天府的门神 对此习以为常 这几日总有些不开眼的家伙 奇形怪状的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跑到天府去混吃混喝 当今的苏圣皇新官上任 哪里会容许这等事情发生 于是便将他们打了一顿 发配到三圣学宫去教书 过了片刻 天府的两尊门神 听到脚步声 不由对视一眼 悔心一笑 只见果然有一个书生模样的人 哭得眼睛通红 走出天府 那书生头脸灰扑扑的 显然挨过打 被苏圣皇打哭了 而今不得不去三圣学宫教书 真是可怜 左侧门神笑道 这些骗子 以为可以蒙混圣皇 混个好差事 却没想到 咱们苏圣皇是打出的威风 想要在天府讨白时 真是白日做梦 是礼 右侧门神笑道 我们好歹还混个开门的差事 好过他们骗吃骗喝的 这些日子 有十多位奇形怪状的家伙 离开天府之后 便前往三圣学宫 去寻白泽报道 做了三圣学宫的讲师祭酒 苏云对这些隐居在天府的仙人 没有任何恶感 只是不想被他们裹挟 为前朝先帝复辟的梦想卖命 因此无论如何 他都需得掌握主动权 掌握主动权的路数 便是小之以情 动之以拳头 当然 苏云只是一招仙 只出一招 他绝对是深不可测的仙人 出两招便够呛 出三招 老底被揭穿 好在前来投靠的仙人们 在挨了他一招之后 便会被他的言辞所打动 前去交输了 这些日子 靠地心来解析这些仙人的先术神通 苏云也获一匪浅 争圣境界越来越稳固 只是这两日 渐渐没有仙人前来投靠 范不悔说过 单单一个连雀城 都有三位仙人隐居其中 更何况整个天府洞天 天府洞天里 肯定不止隐藏这十六尊仙人 苏云狐疑 难道是其他仙人看出 我只是想让他们给我做苦力 并不想复辟 想到这里 苏云不禁勃然大怒 向地心埋怨道 陛下想要复辟 却总共只有阿猫阿狗十多只 谈和复辟 地心道 你不像是值得托付之人 投靠你的仙人 都不是太聪明的 太聪明的 都可以看出你没有复辟之心 苏云无言以对 地心又道 何时有人来给我治疗剑伤 苏云仰望天空 只见天空中的星辰 渐渐多了起来 天空中繁星表明 天府洞天正在穿过一片星系 他心中微沉 我虽是圣皇 却无法调动所有事法 让他们推离天府洞天 此时的天府洞天 正在不可避免地滑向九渊 另一边 秋云骑等人仰望天空 那片天空中 星辰越来越多 倘若穷极目立 甚至可以看到宇宙虚空中 无数星辰组成一头 庞大无匹的竹笼 正在横跨星空 向这边而来 秋云骑微微皱眉 轻声道 天府洞天快进入九渊了 倘若进入九渊之中 没有仙界的接引 很少有人能逃出去 他随即振奋精神 其他人逃不逃出去 不值得他们关心 反正他们可以 被仙界接引回去 这几日 他们也得到消息 知道不少人进出天府 这些乱臣贼子 果然坐不住了 秋云骑向狼玉兰 花红衣等人笑道 若是寻常时期 想要寻到这些 躲藏起来的乱党很难 仙庭四处 搜捕乱党 搜捕了几千年 也未能将他们尽数擒拿 而这一次 我等要避其功于一役 狼玉兰小心翼翼道 地史大人盛名 只是 这乱党有十六位仙人 想要杀死他们 只怕并不容易 秋云起微微一笑 道 这些旧朝的乱党 虽然也是仙人 但实力却没有 你们想象的那么高 我们的修为实力 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低 更何况 我们此来 是做好了实权准备 因为 凡间不只是他们这些仙人 还有一批仙人也在凡间 狼玉兰和花红一心神大阵 还有一批仙人在凡间 不久前发生一场变故 被镇压在仙界的质保之中的 一批囚犯逃脱 仙界已经派出高手 率军前去镇压擒拿 秋云起不仅不慢道 此次负责追拿囚犯的 乃是掌管天狱的玉天君 从他老人家麾下 借来一些高手 对付这些乱党 花红一眼睛一亮 秋云起又道 水师妹 娄师妹 你们联系玉天君 请他老人家派人前来相助 等到天狱来人 便可以收网 将他们一网打尽 水银回合楼朱翠乘士 立刻准备祭坛 与玉天君联络 过了不久 天幕中突然多出 数十个奇异的仙路图案 狼玉兰 花红一等人瞪大眼睛 那些图案 正是有来自异玉的仙人 通过仙路降临 玉天君真是豪气 一口气派来这么多仙人 秋云起惊讶道 水银回摇头 的 我只是刚刚联络上玉天君 还未来得己开口 秋云起惊讶道 不是玉天君 那会是谁 天空中的仙路图案 突然炸开 空中一道 见光破开长空 将那些仙路图案斩碎 是有人 在破坏降临之路 其中一个仙路被破坏时 突然涌出浓郁的血光 将天空染得星红 秋云起 叶寒生等人心头大震 师生道 有仙人死了 那片雪光 正是仙人被斩杀之后 流出的血液 扑在天空中 如同一片血云 浓郁无比 从下方往上看 血云特别显眼 叶寒生道 而且是一位极为厉害的仙人 最低是金仙 水银回道 出手的那人 几乎是一个照面之下 便斩杀了金仙 奇人实力 应该是仙君的层次 楼朱翠仰头观望 道 那人斩杀了金仙之后 没有停留 我们去那里看看 狼玉兰和花红一等人 惊议不定 心中惶恐不安 连金仙也死了 天府动天 何时变得如此可怕了 秋云起 叶寒生等人 飞速赶往天空中的 那片血云 带来到血云旁边时 只见那血云中 嘶吼声不断 骇人无比 血云中有巨大的魔怪 在嘶吼 惨叫 时而成形 时而破碎 叶寒生打量血云 道 这位金仙的仙灵 被那人切碎 化作碎片 因为横死 其中不死的执念 变成了魔 试图借鲜血 化作魔神 狼玉兰和花红一 震惊无比 金仙的血 要化作魔神 秋云起 对这一团血云 不闻不问 竟自向那 仙路破坏之处飞去 叶寒生等人 急忙跟上 狼玉兰和花红一 虽然知道 血云若是诞生出魔神 虽然会给天府的世人 造成很大的伤亡 不过此时 显然跟上秋云起 等人更为重要 于是便也舍弃了 这团血云 血云飘走 云中依旧鬼哭神吼 恐怖惨淡 血云飘行数千里 云中渐渐有魔神滋生 吞噬其他先灵执念 因为枉死 而变得越来越凶恶 咆哮不休 这时 两头雪白的灵溪 拖着一辆薄年屎来 车夫是个黑色的蛟龙 抬手一边 拴住那朵血云中的 魔神脖子 那魔神从血云中 站起身来 扯动鞭子 将灵溪 宝拈向自己拉去 怒吼连连 这时 红色的云长 铺天盖地 将血云挡住 真是可怜的执念 虽是仙人 却不甘心于死亡 竟然化作魔头 红肠隐去 流入车中 只见那血云与魔神 消失无踪 我便收了你 免得你四处为祸 吴童靠在窗边 懒洋洋看着外面的风景 他的修为 越发深厚了 秋云起 叶寒生等人来到天外 只见那些仙路破碎之处 又有新的仙路生成 很快 第一尊仙人冲破仙路 降临天府 五仙人 那仙人冷哼一声 怒吼声震天 今日叫你再劫难逃 秋云起又惊又喜 是镇守北缅长城 捉拿五仙人的原仙君 三圣学宫 苏云正在兼考 此次是三圣学宫 第一批世子考试入学的日子 因此 苏云作为三圣学宫的大祭九 又是天府圣皇 不得不到场 这时 应龙匆匆赶来 巧声道 小老弟 有人想见你 苏云道 我现在脱不开身 是五仙人 目前在天府中 应龙压低嗓应道 苏云心头剧烈跳动两下 当即起身 正要随他前去 突然又停顿下来 道 帝星 你随我一起去天府 帝星跟上他 亦步亦驱 应龙不解道 为何叫帝星一起去 苏云道 五仙人此人薄情寡义 又是个野心薄薄之辈 不能不防 他不是前朝仙帝派系的 他曾经打算借我之手 炼化仙帝诗妖 七十二动天 世界合并 也是因此而起 他也不是仙庭派系 仙庭也要杀他 他顿了顿 眼中金光闪动 当初我与内子 在玄关中救他性命 又在他遇到 仙帝诗妖身受重创后 第二次救他性命 他如何报答的 应龙凛然 道 他利用你保护天使元 保护元术的心思 留下仙公大忌的炼制法门 打算借你之手 将仙帝诗妖炼化 让七十二动天合并 苏云冷笑道 而我差点被一起陷阱 一起死在那里 此人寡义忘恩 不是一个值得深交的人 只可以相互利用 至于交情 淡如水即可 我带着地心 便是要杀一杀他的威风 与他的交易中 最低要占据上风 天赋中 苏云踏入正殿门户 便见五仙人背负双手 背对着他们 仰起头 打亮悬挂在正殿墙壁上的 三圣皇像 这位五仙人 背负一口仙剑 显然已经 练了新的仙剑 苏云轻轻咳嗽一声 悠然笑道 五仙人 你把我害得好惨 五仙人笑道 但你也得到不少好处 不是吗 他转过身来 看到苏云身后的地心 脸色斗变 身后仙剑争的一声跳起 第518章 结灰仙人 五仙人如金弓之鸟 不由分说拔剑 这口心炼制的仙剑 显然不如镇压 北冕长城下 大千世界的那口仙剑 但祭剑人 是他 那么这口剑 便是最犀利的剑 他眼中运生结韵 那是雷池中 蕴藏的无数生灵的结韵 形成的积累 化作祭剑的能量 他曾借苏云之手 试图献祭了先帝失妖 来达成自己的野心 没想到此时前 朝先帝就在苏云的身后 这给他的震撼 不可谓不大 五仙人面色苍白 眼神惊恐 就在他不假思索寄见之时 心中懊悔万分 陛下一定是来找我报仇的 可恨我这一身报复 未曾施展 便要葬身在此 他在刹那间 回忆起自己此生种种 先是在前朝为官 明明有大能为 却不被重用 只得了各阵守北 勉长城的差事 他奋不过 这才在新朝先帝的 威逼利诱下叛变 重大人推翻了协地 建立了耳金的仙庭 他的确也瓜分到了更大的利益 整个雷池都落入他的手中 被他炼化 让他得以掌握天下人的劫运 但却没想到 新朝居然不容忍他 趁着庆功宴的单 将他擒拿镇压 换了个甲午仙镇守北勉长城 而他 则被镇压在玄关禁地 落入万化焚仙炉之中 被用来给新帝炼剑 这短短瞬间 他便回顾自己一生 万念俱灰 而仙剑也在他的催动下 向苏云和地心斩去 无论如何 他都要放手一搏 苏云眼前一片雪白 只剩下越来越大的剑尖 五仙人的剑一贯长空 已经将他的视野塞满 让他看不到其他东西 这是达到仙的层次的仙剑道 也是苏云的剑道启蒙 苏云在幼年时 便是因为看到这一剑 而变成了瞎子 也是因为参悟这一剑 而领悟出仙剑斩妖龙这一招仙术 他更是一直在寻找 破解这一剑的功法神通 不过在他踏入争圣境界之后 他在看五仙人的仙剑 便已经不再那么神秘 不再那么不可匹敌 他最低有四种硬法 一种剑法 一种执法 可以破去五仙人的仙剑 苏云不假思索 施展出地剑剑道 一道剑光飞出 抵住五仙人的剑 将五仙人近乎无敌的剑翼 催枯拉朽扳破去 然而下一刻 五仙人恐怖无比的力量碾压下来 苏云顿时感觉到 在力量上难以衡量的差距 连忙道 五仙人 这位是地心 五仙人闻言 急忙收剑 那口仙剑来到苏云的眉心前 而剑身被地心夹住 地心 五仙人开口 还打算保留点体面 然而一说话 嗓音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显然刚才被吓得不轻 连临死前回光反照应照一生 这种幻想都出现了 可想而知 长着斜地面目的地心 对他的恐吓力有多大 苏云额头也冒出痘大的汗珠 地心夹着仙剑的指头 已经开始流血 显然五仙人这一击的力量 不说在地心之上 也绝对可以与地心并驾齐驱 倘若地心没有加住这一剑 那么苏云恐怕也将呜呼挨哉了 那口仙剑轻微震动 如同泥丘从地心指缝中滑出 飞入剑桥之中 苏云松了口气 打量五仙人 只见五仙人身上穿着星红的披风 整个人都被笼罩在厚厚衣袍下 甚至连手也戴着手套 脸也被帽都遮住 光芒照耀 他的脸显得有些苍白 地心放下手掌 目光奇异地看着五仙人 道 你的剑很强 五仙人微微一笑 竭力稳住心神 我一剑支撑起仙庭的长城 百万年不到 自然很强 但还不够强 地心继续道 五仙人脸色微变 想起刚才苏云破去他剑道神通的情形 苏云那一剑突如其来 不仅破了他的剑道 甚至还有侵入他的道心的趋势 地心点评完毕 不再说话 五仙人面色阴晴不定 心道 在仙界中剑道修为在我之上的 的确有那么一两人 这个苏云刚才那一剑 便是得子其中一人 只是 他怎么会得到那人的剑道 他所说的那人 便是当今的先帝 当今的先帝 怎么会把自己的剑道 传授给苏云这个天使原土鞭 他百思不解 苏云不悦道 一见面便要杀我 五仙人便是这么报答 我的救命之恩的 五仙人稳住心神 尽管对地心还是很忌惮 但已经没有那种当场暴毕的畏惧 能够正经说话 道 几年不见 苏小友 便已经成为了天府圣皇 我听闻这个消息 既是惊讶 又是欣慰 你的静静之快 是我前所警戒 刚才的事 只是一个误会 既吓到了我 也吓到了小友你 但好在没有出事 皆大欢喜 苏云见他明白自己 带着地心来的目的 便没有继续追究 笑道 五仙前辈的修为恢复了 我此来就是为了此事 五仙人撇了撇地心 只见这人木雕泥塑般站在那里 既不动 也不说话 甚至连眼珠子 都懒得转一转 眼皮也懒得合一下 也放下心来 道 我打算向圣皇借点仙气 苏云哈哈大笑 向帝心道 堂堂五仙 向我借仙气 帝心 你听到了吗 帝心眼皮动了一下 苏云有些无趣 帝心死板得很 没有盈盈那般灵动 倘若是盈盈在这里 一定会与自己一唱一和 把五仙人修得无地自容 可惜 今日是三圣学宫的大考之日 盈盈在监考 他对监考时 折腾那些考生的兴趣 显然比对苏云的兴趣大很多 我这个圣皇 是没有实权的 苏云叹了口气 常然道 我虽然掌管着号称 最富饶的天赋 但实际上 受服于誓法 在我手中 没有半点仙气 帝心不解道 我看到你服用仙气修炼 苏云 被他当场揭穿 不由老脸羞红 恶狠狠瞪他一眼 帝心愈发不解 天传洞天的宝地 都被你占了 那些誓法惧怕你 哪里敢插手天传 你还有些手下 如映龙 白泽 见我的名号 坑蒙拐骗 骗了不少宝贝 其中便有仙气 你的仙气 不用上宫仙庭 你比天府任何世家 都要富有 苏云哈哈大笑 也是尴尬 五仙人看着他 等待他笑完 这才道 天是元大帝 掌握地庭宝地 那里仙气质量最高 岂能没有仙气 苏云深深看他一样 正色道 五仙 地庭是我的 你不能硬抢 你上次做的事 我不与你计较 已经算是横给阁下面子了 五仙人扬了扬眉 苏云面带笑容 丝毫不让 五仙人展颜笑道 我自然不会强夺 苏圣皇放心 我有交换之物 我最近杀了不少仙庭走狗 得到了一些仙家宝物 他从灵界中 取出一件件仙兵 摆在苏云前方 道 这些仙家宝物 每一件都胜过天府 事发之家的 镇足之宝良多 乃是仙界的仙人精仙 随身携带的宝物 苏云淡淡道 我地亭中类似的宝物 数不胜数 五仙炼剑所剩之物 并不能入我法眼 五仙人扬了扬眉 道 地亭中宝物虽多 但阁下能取下几件 而我这里的宝物 对你来说 唾手可得 苏云面带玩味笑容 拨弄那几件仙兵 道 仙庭中的仙气 在不断化作结灰 五仙人只怕肉身 也在往结灰怪的方向 转变吧 仙兵对我来说并非必须 但仙气对五仙来说 至关重要 他说到这里 便没有继续说下去 五仙人却已经闻贤而知雅意 道 苏圣皇想要吴某做些什么 苏云笑道 我要五仙人做的是很简单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受了剑伤 伤是很重 我还有一个医师朋友 可以帮他疗伤 但是无法面对 那伤口中蕴藏的神通 因此想请五仙人帮忙 在我那个医师朋友 治疗我这位朋友时 挡住那伤口中残留的神通 五仙人目光闪动 你那个医师朋友 便是上次为我疗伤的那个人 苏云点头 五仙人道 此人医术的确高明 这个忙 我可以帮 苏云道 还有第二个忙 五仙人道 请讲 苏云道 天使员与天府即将合并 帮我守住天使员 五仙人脸色微变 拱手道 吴某来错了 告辞 说吧 便向外走去 苏云侧头道 五仙人怕了 五仙人在他身后停步 侧头道 不错 五某怕了 我是来向你借仙气 让我修为实力 恢复到巅峰状态的 不是把命卖给你的 那地庭是何等地方 他声音带怒 别说我 当年就连堂堂的先帝 与三千金贤 以及帝后与后宫 都不曾守住 葬身在地庭之中 苏圣皇 连我都不敢涉足地庭 你若是真想活下去的话 听我一句 放弃那里 那里不想 苏云沉默片刻 道 董医师在研究结灰怪的起源 研究如何治愈结灰病 倘若五仙人能够帮我这个小忙的话 将来董医师研究有成 可以治疗五仙人 五仙人身躯僵硬 声音嘶哑道 你察觉到了 苏云突然感受到 无与伦比的杀意 那是从五仙人体内 传来的可怕杀意 让他如坠汪洋血海之中 地心也感应到 五仙人的这股杀意 横身挡在苏云面前 道 我可能不是你的对手 五仙人冷冷道 你当然不是我的对手 苏圣皇是怎么察觉到 我伸染结灰病的 苏云对他的杀意恍若无觉 微笑道 你已经在向杰灰怪转变了 对吗 这段时间 你被人追杀 狼狈不堪 你的修为实力 始终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而你的修为实力 无法恢复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仙缘 在不断地自我腐化 化作杰灰 你穿得这么厚 是在掩饰你身上的变化 我猜测得不错吧 五仙人 五仙人沉默下来 突然猛地拉开披风 推开帽兜 他的身上 到处都是外露的骨骼 甚至他的体表 还有些骨骼 未曾刺破皮肤 只是将皮肤拱起 有些地方 已经拱破皮肤 裸露在外 仙人腐朽的血 外露的骨骼 和腐烂的皮 令人触目惊心 而在那些破损的地方 有细微的结灰飘扬 他的身体 的确是在向结灰转变 更为可怕的是他的灵界 那里仙人腐化的速度更快 纷纷扬扬的结灰 如同在下一场灰暗的雪 五仙人声音嘶哑道 你猜得没错 你可以救我 苏云道 我与董医师 曾经治愈过一些 患了结灰病的凡人和灵事 仙人却还未曾治愈过 不过 可以治愈凡人 应该也可以治愈仙人吧 五仙人又将帽都带起 低声道 我答应了 不过 我只帮你半年时间 第519章 雪我折死 苏云感受到他身上的杀意散去 不禁松了口气 被一尊仙君的杀意锁定 说没有任何感觉 绝对是个谎言 五仙人给人的压迫感 宛如一座雷池压在头顶 与五仙人谈妥 苏云也放下心爱 他知道与五仙人合作 只是饮阵止渴 五仙人不可信赖 但现在天使元和天府洞天的合并在即 他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 去保护天使元 五仙 你带走了人魔蓬蒙 而金蓬蒙何在 正式谈完 苏云问起故人 蓬蒙 他被你的妻子带走了 五仙人漫不经心 我需要避开原仙君 与二十八金线的追杀 自顾不暇 无法带着他逃命 后来在遥光洞天遇到你的妻子 便将蓬蒙交给了他 除夕 他带走了蓬蒙 苏云正了正 他说 他已经不是阁主夫人了 我见他带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长得与你很像 过了片刻 苏云摆脱心头的惆怅 走出正殿 抬头仰望 只见天空中有深邃黑暗的深渊 正在向天府而来 不少天府的神魔 也在抬头打量着这一幕 而在深渊后方 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瑰丽壮观的中山和竹笼 因为天使园和天府洞天 是平行向第七灵界飞去 因而 两座洞天的靠近 并没有前两次合并那么迅速 正是因为如此 站在天府中 反而可以更为细致地观察到 天府坠入九渊的过程 天府这时 正在跌入第一重天渊 天渊内的时空扭曲成环 天府坠落途中 天渊外的时空 也发生奇异的变化 天空中的星辰 被拉成一个个环 像是首尾相弦的大蛇 天渊外到处都是这种奇异的形象 天府坠入天渊 那么两界合并 应该只在最近几天 苏云回过神来 拍了拍手 道 皮修元老何在 他的身后 一座光门出现 皮修魔神在门中攻身 皮修在此 苏云道 五仙人 皮修元老收集我的财富 你可以进入他的皮修藏宝界 汲取仙气 你最好尽快恢复实力 五仙人走入皮修之门 只见这片藏宝界中仙气阴晕 如同一片云海 不经心头微震 短短时间不见 这小子便已经如此富有了 云海中还有许许多多宝物 堆积如山 还有一片紫竹林 映着仙光宝气 那紫竹是仙界的草木 属于仙真 这皮修 吃得比仙人还好 五仙人摇了摇头 苏云看向天外的天渊 心道 最近一段时间 恐怕极为凶险 不知为何 尽管有五仙人和地心保护 我依旧有些心惊肉条 地心在他身后道 这个五仙人 有一种腐败气息 其他仙人也有同样的气息 苏云正了正 回头向他看来 其他仙人也有 那些投靠我的仙人也有 地心点头 除了这几个仙人之外 我还感觉到 其他有同样气息的人 他抬头看天 苏云仰头看去 不知何时 天空中多出二十多个仙路图案 你的意思是说 有带着结灰气息的仙人降临了 苏云栩栩吐出一口浊气 道 这些仙人自身的大道在衰败 道横在瓦解 那么 你为何没有结灰气息 地心摇头道 我不知道 苏云皱眉 自言自语道 当年我走出天室园 遇到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结灰案 现在又是结灰 另一边 袁仙君静静等候 终于等来麾下的二十七金贤 他麾下原本有二十八金贤 结果 被五仙人干掉一人 只剩下二十七金贤 但即便如此 这也是一股足以横推凡间一切势力的力量 丘云启攻身道 仙君 我等封陛下之命前来办事 还请仙君相助 原仙君虽然修为和地位高过他们良多 但却不敢有份豪怜慢 攻身道 不敢当 几位贤弟贤妹尽管吩咐便是 这时 水银回京喜道 联络道与天君了 他手中托起一个小小的祭坛 祭坛中浮现出于天君的印象 原仙君上前 向玉天君见礼 玉天君还礼 道 我正追击一口棺材 那口棺材 与一众乱党生长到一起 他们拥有一颗怪眼 借助怪眼穿梭星空 屡屡避开我的追杀 原仙君道 地史的事情并不大 只是一些修为低微的乱党而已 我可以代劳 无需劳烦道兄 玉天君道 有劳 说罢隐去 水银回收回那小小的祭坛 原仙君道 几位地史有所不知 五仙人此聊 乃是当年镇守北冕长城的仙君 此人两面三刀 修为实力又极高 当年他投靠陛下 陛下也知 此人靠不住 于是将他镇压 不料此次却被他逃脱 好在他身躯节灰化 修为无法恢复 一直处于虚弱状态 这次他来天府 是为了仙气而来 各方福地 立刻将仙气收走 便可以让此聊一直虚弱 拿下他便轻而易举 秋云起看向狼玉兰 狼玉兰迟一道 世家控制的福地都好说 可以立刻收走仙气 但而今天府与天船两大洞天合并 又诞生出不少新的福地 这些福地 却不在我们事法的手中 元仙君不悦道 不在你们事法之手 还能在谁手中 狼玉兰道 这些福地 落在刚刚上任的苏圣皇之手 元仙君笑道 原来如此 让那苏圣皇把仙气收走 交出来便是 狼玉兰迟一道 这位圣皇 与我们不是一路人 他有前朝仙帝的福节在手 是前朝余孽 元仙君又惊又怒 气急而笑 也就是说 你们让一个前朝余孽 做了圣皇 你们天府侍罚 你们天府神君 都是做什么吃的 狼玉兰和花红义 惭愧万分 丘云起笑道 既然元仙君已到 那么便索性将这位前朝余孽 也一起解决了 叶氏爹 你去将那位苏圣皇斩杀 人头带来 元仙君道 我让两位精仙一同前去 丘云起连忙道 仙君 此事 乃是我们师兄弟的分内之事 不敢劳动仙君 元仙君道 有备无患 丘云起指的由他 换来叶寒生 低声嘱咐道 师弟 斩杀邪弟使是陛下给我们的功劳 你需得仔细 不要被元仙君手下的精仙 抢走了功劳 元仙君追杀五仙人数年未果 担心受罚 肯定对我们的功劳虎视眈眈 叶寒生凛然 低声称是 他向墨横城而去 北缅长城二十七精仙中的两位精仙初恋 跟上业寒生 苏云又回到三圣学宫 继续看这次三圣学宫大考 盈盈 白泽等人 设计了许多考核项目 考核的都是资质物性学习应变能力 哪怕被考核者是天象征圣经界的大高手 修炼的是仙法 也未必能通过考核 不少出身自名门望族的士法子弟 就这样被刷下 反倒一些平寒之家的世子 修为实力不怎么高 但因为表现优异而被留下 这次考核不偏不倚 并没有因为士子是出身平寒而多加照顾 也没有因为出身名门而刻意打压 一切都是按照规矩来 此次考核 有不少士法之家的首脑和领袖前来观看 也挑不出半点毛病 无话可说 只是通过考核的 士法子弟只占了三成 七成的士子都是来自平寒之家 让这些士法的首脑大皱眉头 苏圣皇用的是阳谋 将家学变成官学 倘若官学推广开来 要不了几年 很多强者都是出身自官学 无形之中便削弱了我们士法的力量 壮大了他苏圣皇的势力 一位士法之主向旁边有人低声道 久而久之便可以与我们分庭抗礼 这种阳谋堂堂正正 令人防不胜防 其他士法主宰纷纷点头 叹道 可惜 不知道那几位帝使到底在想什么 为何始终不动苏圣皇 苏云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是却老辣得很 这一手可谓是釜底抽薪 一举瓦解他们士法几千年来的优势 然而他们偏偏无可奈何 这时 叶寒生带着两位精仙走入考场 那些士法的首脑和领袖人的叶寒生 刚才还在议论纷纷 此时纷纷住口 目光紧随叶寒生的身影 叶寒生带着两位精仙 从副考的人群中穿过 竟自向苏云走去 而苏云此时正在与盈盈 宋命和狼云等人谈笑风生 点评那些世子 没有注意到他 那些士法之家的主宰 不由激动起来 眼前这一幕 与那日苏云越过人群 斩杀帝氏萧子都是何其相向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报应不爽 第十叶寒生 准备苏圣皇杀萧子多的手段杀死他 真是苍天有眼 眼看叶寒生走入进宫的距离 突然 苏云像是有所觉察般抬起头来 从万千人中准确地锁定走来的叶寒生 那些士法主宰一颗心不由究竟 苏圣皇这小兔崽子 好机灵 小兔崽子 真的只有十九岁 苏云站起身来 抬起右手 食指指向叶寒生 吐气道 你 他的手指指向之处 人群不由自主分开 像是人们与人们之间的空间在分裂一般 他们彼此的距离不断拉大 叶寒生原本是走在人群中 现在却像是走在旷野之上 只有那两位精仙 还形影不离 见状冷笑不已 天府动天的诸多士法主宰 见此情形 心脏险些抽筋 邪帝氏这次好厉害 叶帝氏无法重现 那日邪帝氏斩杀萧子多的情形了 考场内外 顿时洪亮的声音响起 像是宇宙未开之时 从古老的混沌汤中迸发出的原始声音 像是栖息在混沌中的古老神奇在地狱 苏云的手指四周 一个个混沌符文符线 围绕他的指头旋转 叶寒生一边走一边寄见 就在他剑光爆发之时 苏云的混沌诸仙旨已经爆发 叶寒生奋力寄见 将先帝见到寄起 一时间末横城上下 所有剑修灵士的宝剑 剑侠 剑囊 无不嗡嗡作响 一口口飞剑飞出 哪怕是狼云这等仙剑世家的高手 此刻也有仙剑鸣响 震动不停 哄 先帝见到 与混沌诸仙旨碰撞 叶寒生倒飞而去 口中吐血 手中仙剑炸开 苏云依旧抬起右手 依旧是混沌符文翻飞 依旧是混沌古神的低语 第二指威力爆发 叶寒生奋尽所能 全力抵挡 全身血肉炸开 鲜血淋漓 不坏 苏云微微一笑 第三指爆发 还是混沌诸仙旨 他这些日子勤修苦练 参悟仙人的仙术神通 在争盛境界 有了长足的进步 即便是混沌诸仙旨 这等消耗法力的神通 他也可以施展出三招 他第三招混沌诸仙旨 便要夜寒生死在此地 就在此时 那两尊惊仙身形一闪 出现在苏云的身后 其中一人淡淡道 你便是那个邪弟使者苏云 苏云充耳不闻 第三指击出 两尊惊仙扬眉 这时 他们身后一个阴影 越来越大 笼罩住他们的身形 两人眼角跳了跳 回过头来 看到地心那张 没有任何表情的脸 两尊惊仙的眼角 又跳了跳 第五百二十章 不死不灭玄宫 打 邪弟 不 不对 邪弟施妖 竟在仙庭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那两位惊仙当机立断 一左一右 一个向苏云痛下杀手 一个向地心攻去 所谓惊仙 指的是仙人中 将自身法力 从真元完全化作仙元 将自己的道法神通 完全化作大道 自身有道地缠绕的 这一类人 他们的性灵 肉身与道法 都达到完美的仙的状态 这样的存在 各方各面 都达到极致 元朔的古老的修炼者 所说的元道境界 其中的元道 就是止经仙的状态 到了现在 元道的定义 已经与第一圣皇 那个时代有所不同 变成了对道的领悟和阐述 不过元朔的修炼方法有缺 不但缺失了一些境界 如广寒 长元 雷池等 而且还没有修炼肉身的法门 只修炼性灵 这就导致了元朔的灵世 性灵特别强大 诞生出许多 可以横跨星空的圣灵 这些圣灵 倘若达到完美的形态 囊括广寒 长元等境界 他们修为便会接近 惊心的性灵 当然 如楼班层夫子等圣灵 因为缺失了这些境界 所以修为实力跟不上去 但圣皇宇 虽然也是性灵状态 却因为借助了 吸壤和众生的祭祀纪念 而生就一种金身 补上了这几个境界 达到金仙性灵的修为 圣皇宇在这等修为境界下 栗战诸多修炼到 元道极尽的誓法之主 甚至重伤十多人 从此也可见金仙的巅峰战力 而这两尊金仙 便是金仙中的巅峰存在 两尊仙人的法力爆发的那一刻 滔滔 仙威阵压方圆百里一切人物 以他二人为中心 十丈以内 便是宋命 独臂狼云 银应等强者 这些人在遭到纤威镇压的那一刻 天象性灵爆发 以道场加持自身 二十丈以内 便是白泽 应龙与范步回等三圣学功的老师 白泽应龙等人 献出神魔真身 范步回苗秋明等人 则直接绽放纤威 对抗镇压 在外层 便是各大事法的主宰 也多是元道极尽存在 纷纷绽放法力修为 带来到大考的考生处 纤威已经被削弱了不知多少 但是能够对抗纤威的柿子 还是不多 有的人强行坚持 有的人则 直接贵服下来 隐隐眼睛一亮 急忙将那些坚持不贵的临时计下 心道 我们考核的内容 是否应该再加上一个骨气考核 这纤威来得快 爆发得更快 消散的速度 也是令人措手不及 众人刚刚绽放修为 对抗纤威 下一刻 地心无视攻向自己的那金线的攻击 手掌直接洞穿攻击苏云的那尊金线的脑袋 他的五指 在那金线的脑袋中 突然化作无数血肉 飞速生长 刹那间 便将那尊金线的大脑 统统化作血肉 向其灵界和性灵侵入 那金线爆喝一声 衣衫炸开 骨骼疯狂生长 刺破肌肤 赫然是半截灰怪半仙人的怪物 他刚刚化作这种形态 肉身实力暴涨 但下一刻 脑袋便被地心的血肉塞满 肉身立刻失去控制 他的灵界中 性灵立刻飞升而出 破开灵界 躲避地心的攻击 而另一尊金线的攻击 恰在此时落在地心的身上 落在其上的那一瞬间 他突然感觉到 无比恐怖的气血 从他接触的位置爆发开来 那是无比恐怖的气血 在短短一瞬间爆发 就像是在短短瞬息间 爆发了百十颗太阳的能量一般 动 那尊金线的右臂断裂 断骨从肩胛骨处刺出 整条右臂的骨头 穿透肩胛骨 向后飞了出去 那是先帝的心脏 哪怕是前朝先帝的心脏 其心迸发出的威能 也远非金线所能比 这一声恐怖的心跳爆发 刚才那尊金线逃脱的金线性灵 正好冲破灵界逃顿 被心跳声冲击 性灵飞速膨胀起来 在刹那间 他的先灵便承受了 斜第一次心跳近乎一半的力量 那金线性灵 在短短时间内 体魄便暴涨了亿万倍 明末横城还要庞大许多倍 突然砰的一声炸开 化作无数灵光 漫天洒落 另一尊金线健壮 顾不得去杀苏云或者地心 立刻转身顿走 他飞身而起 当空化作一道金红 速度极快 然而金红顿走的一瞬间 一道血线跟上 紧贴那金红一起飞顿而去 那金红破空 很快消失无踪 原先军率领 剩下二十五金线 来到狼玉兰的府邸 坐下歇歇 狼玉兰殷勤招待 陪笑道 我那孽种儿子 原本便是个到处认爹的主 当年我儿子多 他年纪是最小的那个 其他儿子欺负他的 他便叫人家爹 后来我选择继承者 狼玉这小子 便把我那些儿子打败了 他叫我爹 前不久便把我也给打了 抢了我的神君之位 而金这小子越发不成器 竟然投靠了邪地使 邱云请明白他的意思 笑道 玉兰神君放心 这神君之位 也是仙庭封的 仙庭不封塔 他依旧是你的孽种 不是狼家神君 狼玉兰放下心来 突然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那尊金仙飞至 亮枪落地 叫道 那邪地使者身边有一人 极为厉害 长得与邪地一模一 他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脸上的惊恐之色 完全消失 只剩下冷漠 还是一周道 你们是何人 为何要向我下手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人 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秋云起立声道 邪地心 你从邪地之心 生出了圣灵 化作了魔神 那金仙默然道 是神是魔 谁能分说 你们既然打算向我下手 向地使下手 那么我也容不得你们 他突然抱起 一动身形 向众人杀去 在场所有人都是高手 岂能容忍他放肆 不过那金仙悍不畏死 疯狂向他们攻去 连伤十多人才被打死 更为可怕是 那金仙即便被打成一滩烂泥 由自血肉如动 由自试图向他们进攻 狼玉兰的府邸 几乎到处都是被打烂的血肉 这么可怕的生命力 即便是元仙君 也不由心底发出 大皱眉头 道 这就是邪地心 竟然如此诡异 该如何对付 其他金仙也是坠坠不安 刚才死掉的那尊 金仙是他们的伙伴 同为北缅长城二十八金仙 让他们不免有 吐死胡碑之感 这两人死得太简单 死得太诡异 让他们也心惊肉跳 倘若是自己 该如何面对邪地心的攻击 仙君放心 邪地心是我们师兄妹 楼珠翠笑音音道 邪地心曾经前往仙庭 意图与邪地失妖会合 被陛下的剑锁伤 那剑伤 邪地心绝对无法治愈 这一次 我们师兄妹四人 得到陛下的恩准 可以召来此剑 那邪地心遇到此剑 哪怕我们无法催动多少威能 仅仅剑光一照 也可以让他剑创破裂而死 元仙君稍稍放心 突然 邪云起脸色微变 邪地心在邪地使者身边 那么夜市地 岂不是也危险了 不好 快去三圣学宫 就在那尊惊仙盾逃之时 苏云的第三道混沌诸仙旨 已经点出 伴随着这一指的是 苏云最后的真元 他的一切真元 被这一指挥霍一空 但随着他这一击轰出的同时 苏云也跟着一步跨出 步履极大 凭借肉身的力量 竟然横跨天空 向夜寒生追去 他的脚步落下 下方的空气被踩成石质 化作一堵空气墙落下 让他在空中奔行如履平地 他在空中奔行的速度 非但不比在地上奔行慢 甚至更快 哄 夜寒生接下第三机混 遁诸仙旨 全身血肉离体飞出 血肉尽碎 化作混沌之气飘散 他的胸腔中 只剩下一颗心脏 有字在跃动 这种情况下 他由自未死 他修炼的功法 乃是仙法之中的绝品 这种仙法脱胎自 当今仙帝的功法 融合了仙庭 最高深莫测的造化之术 超越元朔和稀土的造化之术 不知反几 修炼这门功法 便相当于不死之身 而今的夜寒生 已经变成了一副骨架 包裹着心脏的怪物 那心脏四周 由自有肉牙翻飞 在疯狂生长 我又不死不灭之身 那夜寒生骷髅奸生叫道 凭借一招执法 杀不了我 最顶级的仙法 真是令人羡慕啊 苏云迈不杀来 笑道 不死不灭 让我看看 是否是真的不死不灭 他冲至近前 与那被打成骷髅的夜寒生 肉身搏纱 看得下方一众参加考试的世子 目瞪口呆 这便是我三圣学宫的蒲叶 苏云肉身近战 尽力爆发 一拳一脚 利开山河 宛如当时最犀利的神通 那些事法之家的首脑和领袖 则是脸色大变 他们只知道 这位邪地使者的神通霸道绝伦 却不知苏云的肉身搏纱之术 居然也这么厉害 短短时间 夜寒生中了不知多少拳脚 论近身搏纱功夫 他逊色太多 苏云一掌盖向夜寒生额头 突然 一声爆喝传来 助手 苏云微微一笑 手掌顿在夜寒生头顶 然而他这一掌未曾落下 夜寒生却哗啦一声 全身骨骼吸数碎掉 心脏炸开 苏云收手 婉惜道 看来你的不死不灭 不是真的